最近台湾的MeToo 方法持续延伤 不管是政治临门和时间临时都受到影响 为了要劾变一条性骚扰的问题 今年台南市政府乐工业和台南市努行 传业促进会合作 要办理18条性别平定和性骚扰 方法的工作方法 并在这月份开始修理 请更需要单位拥有来报名 最近台湾是出现MeToo的运动方法 和随便来说出自己没说白的事情 在南市政府乐工业为了 提案这条性骚扰的问题三星 因此今年和南市努行传业促进会合作 准备办理18条性别平定性骚扰的方法 这月份是开始修理报名 最近可能大家也看到 在资产上的性骚扰的案子也蛮多的 甚至因为现在这个案子 有些事以前发生过了 大家现在都反映出来 所以我们赶快规划 今年有办18个场次的 这样的性平工作平等的相关议题 跟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先导不动 我们劳工局这边的统计当中 其实性骚扰还是占了比较大的比例 它超过一半都是职场性骚扰的问题 这个是有通报有处理的案件 但是更大量是黑数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们更希望透过这18厂的宣导 我们深入到各个工业区 各个台南市厂商单位比较多的县市 我们都进入了 所以几乎是横少了整个台南市大市区 今年六甘教股本的课程当中 除了教堂 每天六市这厂商南路北顶外 还有形成了相关话题 已经调查定罪的声明 比较是以工作方的方式 透过设办的教学 和工师可以跟每一位校园来合同 也可以跟亲力了解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入更细致的 实际上包括如何调查 然后怎么样子进行保护隔离的措施 一些很比较细部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指导系 所以我们今年是采用工作方的方式 这是比较小团体的方式 所以我们今年有别于这种大厂次的 比较概念性的宣导活动 我们今年是采用工作方的部分 那工作方的部分 所以我们采用比较小规模 我们一场次 最多就是收40人 与市政府六甘教合佑单位 企业也应该要制定相关 性色料的规范 也要定期提供配分和交友 来加工工对性色料的提示一定 这样才能够有向这种性色料的问题申请 记者中会市政府采用报道